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4回 行列文听寿好心中一喜啊远远的看了木妖消失的方向一眼 略意犹豫之后一张口将小鼎再次的吸入腹中 然后身形略意模糊就诡异的从灵车上消失 片刻之后呢他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下方的地面之上 站在了那团白光之旁 此刻从白光中散发出来的香气已经是奇弹无比了 而行列通过心神的那一丝微妙的联系 已经知道暴灵兽马上就要进阶完毕 并且最后需要相助一臂之力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只手一探又一下子插入到了白光之中 暗在了里面的小兽的身体上 同时一股精纯的灵力往小兽的体中是狂注而入 寒历身躯的清光大晃 神色凝重了起来 临车上的雷兰和白臂三人却不约而同的长吐了一口气 回望一眼过后 神色均都大松起来 寒历的表现仍然让雷兰三人大为吃惊 貌似极强的凉火强敌竟然一波波的都被轻易的击杀 一波波的进退而走 总算是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三个人心中大安的同时并不知道 杭力灭杀的三只血傀儡有着低阶零帅的实力 否则的话 三个人会更加的震惊了 眼见四周再无妖物出现 同时航力道下面呢 就零售完成进阶的最后一步 雷兰三个人也在飞车中盘膝坐下 静静的恢复损伤的元气 一个时辰过后 地面白光狂闪几下 突然传出了一声仿佛龙吟又似呼啸的吼声啊 正单手深入白光中的寒历 脸色一变身形一晃 在这一连串的前影倒射而出 几乎与此同时 一团金影呢从白光中飞出 跌溜溜一转之后 在光芒大放中化为了一只体长食欲杖的巨兽虚影 浑身呢是金光灿灿 鳞片遍布身体各处 竟然是一头金色的麒麟兽 此麒麟虽然只是一团虚影 但一阳头微风凛凛的一声大吼过后 一股惊人气势冲天而起 连刚站稳身形的寒历 也不禁面色微变的再退开一步 但是这团虚影只这么昙花一现 就缓缓的溃散消失 同时下方白光一脸 现出了小兽出来 如今的暴灵兽 体型呢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皮毛上的斑纹中 多出了一丝丝金色出来 同时双目一睁之下 瞳孔竟变成了银灿灿的颜色 吸引一闪呢 此兽在原地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间 韩利只觉怀中一沉 多出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他一低头正走进街后的 小兽飞快的扑到了身上 此兽睁着一对妖异的眼珠 伸出了粉红色的舌头 使劲的舔了舔 韩利守备几下 神态的亲密至极 韩利二话不说的 神念王小兽体内一扫 见客之后 脸上就露出了欣喜之色 小兽果然进阶成功了 有了化神级别的修为 以此兽的天赋神通 和本身的麒麟血脉 远非同街的其他兽类可比 以后呢 应该能够成为一个 不可多得的助手 小兽在韩利的怀里 打了个哈欠 显露出了倦在之色 刚才的进阶 让他也大感吃不消 急需恢复一下 损失的元气 韩利见此单手一翻转 手指之间的 多出了一颗姓红色的丹丸 塞进了小兽的口中 接着轻轻的一拍 小兽的身体 星光一闪 小兽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被收尽了 储物着重 就此在里边 呼呼的大睡了起来 人车上三个人 见到麒麟虚影 脸色微变 下意识的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其他人的眼中 看出了骇然之色出来 虽然说飞灵族人 只信奉飞禽类真灵 但是像麒麟这等 在灵界各族都九父盛名的 强大真灵级别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韩利的灵兽 还具有麒麟真灵的血脉 这自然又让几个人 恶然了一把 这个时候 韩利身形一晃 化为了一道青红 腾空飞起 围着数百丈范围之内 一阵盘旋 五颜六色的光芒啊 同时从地上飞出 往青红上一闪即逝 没入不见 所有阵旗阵盘 都被他收进了大袖当中 十根赤红的光柱 和地上的法阵 就此溃散了 一切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我们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的进入第三层了 青光一闪 韩利身形在飞车中出现 平静的对雷兰三个人说道 白帝和雷兰自然不会有其他意见 纷纷点头赞同 于是这家灵车 在韩利足间轻轻一点之下 化为了一道白光 是激射而出 几个闪动过后 飞车渐渐的虚化变淡 最终呢 在天边的黑暗中 消失了 地渊某深层处 在三只雪傀儡 被士林天火化为灰烬的同时 在山腹密室中 躺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的血袍人 一下子就感应到了什么 忽然之间 双目一睁 口中的发出了一声轻疑 血傀儡被灭了 连三道神念都没有逃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 难道要其他人插手老夫的好事 雪袍人说着 脸上绿色一闪 现出绿丝真名 算了 不过是三只雪傀儡 再派其他傀儡过去 恐怕有些来不及了 总不能为了一名区区的灵匠级别的存在 让老夫亲自跑到上层吧 雪袍人摸了摸下巴 又沉阴了起来 半晌过后 他刨袖一抖 上次用过的圆珠再次飞射而出 滴溜溜一转之后 悬浮在他身前 单手一掐绝 另一只手呢 冲圆珠一点 珠子雪光一丈 发出了轻轻的嗡鸣之声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一个冷冷的女子声音传了出来 地写 你找本姑娘有什么事情啊 声音的主人对雪袍人 竟然丝毫都毫不客气 老夫是想和母亲道友 做一笔小交易 雪袍人轻笑着回答道 什么交易 女子呢 显然有些意外 没什么 在下想借仙子手下的那条 高阶灵帅级别的血胶一用 雪袍人轻描淡写的回答 血胶 你替他们做什么 我还需要 他们帮我寻找祭司用的血石呢 我需要替他们 灭杀几名灵将级别的飞灵人 他们就在二层 我亲自出手 有些来不及了 这里又没有传送阵 可以直接传送到那里 所以 只有拜托仙子了呀 哼 几名灵将级别 也值得用血胶 算了吧 我不管你有什么图谋 想借血胶也行 将你的 放灵墓 送我一起来才行 否则 此事咱们免谈 女子沉默了一会儿 才淡淡的说道 草灵墓 行 没有问题 但有一个要求啊 这几个飞灵人的精魂 我有他用 杀了他们之后 让血胶带给我 雪袍人不动声色的说道 这是小事 你将那些人的位置和相貌 给我传送过来 女子一口答应了下来 又声音略微一缓的要求道 这个自然 木道友 稍等一下 血袍人伸出了一根手指 往血珠上一点 轻轻地闭上了双目 将什么东西呢 通过神念传送了过去 天课之后 血袍人将手指一收 再次地睁开了双目 发给你的 是那几个人不久前出现的位置 只要血胶赶过去及时 应该很容易地找到他们的 那我就静等道友的加音了 只要真是灵匠级别的存在 不会花费多少时间的 但若是情报和你所说 不符的话 女子大有深意地冷笑了几声 RH 若是不符的话 穆仙子自然可以随时取消 这笔交易啊 接袍人微微一笑 接口说道 以他的神通 自然不可能连几名灵匠级别存在 都看错修为的 倒有如此肯定最好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呢会将血胶 直接传送到二层去 三天之后 就应该有消息传回来了 女子平静的说了一声 然后 血光一闪就此断掉了连血 血胶人见此没有生气 脸上反而露出了满意之色 他将圆球一收之后 喃喃的自语道 以高阶灵帅的血胶出手 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若还不能得手的话 那就说明非灵族的那些老家伙 真有人潜入地渊了 那可要小心应付了 可别坏了大事啊 说着血袍人往椅子上一靠 不久呢就传出了滴滴的酣睡声 这会儿功夫还已经入睡了 地渊三层 一处用无数黑幕搭建的木制大殿当中 一名身形模糊异常的黑影 坐在一个胀戏大的金色大花中 单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 而在下边不远处呢 却跪服着两排高矮不一的黑影 足有十五六只的样子 半晌过后 黑影忽然单手一扬 一道脆芒击舍而出 一闪即逝 没入虚空中 就不见了踪影 结果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大殿外突然传来了轰隆的雷鸣之声 接着门外血光一闪 一团朦胧的血雾从外面一闪射入到殿内 血雾一散 一个交手人身的妖物出现在了大殿中间 并冲坐在金花上的黑影恭敬的恭身意里 口中发出了嘶哑的话语声 不知主人召唤血毒有何要事 血毒 你再时将搜集血实的事情放一下 去二层跑上一趟 黑影中传出了冷冷的女子的声音 正是和地学老怪在圆球交谈的那位木青 行者人尽敢吩咐 这交手妖物 头颅鲜红无比 目光转动 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暴腻之色 但在黑影面前呢 却显得是功顺异常啊 二层呢 有几个灵相级别的非灵族人 你传送过去把他们杀掉 把精魂收取 直接交给地学老怪 这是他们最后出现的位置和外形相貌 注意啊 这几名非灵人可能有些古怪 万一有什么不对 立刻回来告诉我一声 快去快回 女子一抬手 一根黑色的竹筒抛了出去 然后淡然的说道 封面 交手妖物抬手接住了竹筒 一口答应道 随即呢 身形一晃 再次化为了一团血物 飞蛇而出 几个闪动过后 就在殿门外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好了 下面接着汇报一下 各层捕捉血蛇的进度 下一次祭祀 可没有多少时间的 好 等到你了 女子 凝忘了殿门一会之后 才将目光一收 声音冰寒的说道 呃 四层的四翅飞蛇 和彩云蝎几个最大的血蛇群 都被捕捉一空 只剩下了三木仓鼠几个群组 躲进了黑鸭山中 暂时的没有办法说道 一名身材高大的影子 站起了身 开始一点点的讲述起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地缘二层 四名翅膀淡白 飞灵族的圣子 正在和几只 树尺长的黑色毒蝎 边走边站着 这些蝎子 虽然说没有翅膀 但却一个个 仍能凭空飞行 动作敏捷异常 再加上 口吐酸液 违钩奇毒无比 四名飞灵族人 一时间大感头疼 还真的没有办法 马上摆脱 这些黑蝎的纠缠呢 大半个时辰过后 当一名飞灵族人 叶狠心 不惜大号法力的施展 一种极其厉害的神通 放出了一团团 蓝灿灿的火球 将围着他们的 三四头黑蝎 全都化为了灰烬后 剩余的黑蝎呢 终于不甘的推走了 四名飞灵人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心中烧安 但是啊 没有等他们安心多久 忽然远处天空 灵光一闪 一团血雾 从天边滚滚卷来 此血雾无声无息 仿佛鬼魅一般的 奇快无比 几个闪动过后 就出现在了 四名飞灵人附近 并围着他们 滴溜溜的盘旋了树圈 这四名飞灵族圣子 一惊之下 自然马上就处在了 戒备的状态 血雾中 一声冷哼 隐隐传出 献出了一对 充满疯狂之意的眼珠 兄弟的目光 在四名飞灵人身上 一扫过后 传出了一句 让飞灵族人心中 大脸的嘶哑声音 虽然不是那几个人 但既然被我碰到了 那就自认倒霉吧 话音刚落呀 血雾中 雷鸣之声一响 附近天空突然血红一片 阵阵血云诡异的浮现 接着翻滚不定起来 不好 是天刚雪雷 快跑啊 四名飞灵中的一人 一见此景 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 口中一声大喝 就纵身化为了一道黄芒 朝某个方向 是仓皇而逃啊 其他的三名圣子 一听什么 天刚雪雷 这几个字啊 吓得是魂飞覆散 灵光一起 同样驱使着动光 扭头就跑 但是 就在这一瞬间啊 空中霹雳之声一起 四道血红的闪电 一闪在云中浮现而出 再扭曲 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刻 四道雪电 一下子浮现在 四名逃走的 顿光上空 并毫不迟疑的一路而下 四声惨叫 从四道顿光中传出啊 这四名非灵族的圣子的身躯 在电光中狂闪几下 就全部的化为了灰烬 无论护体灵光 还是护身宝物 均没有起到一丝的作用 血雾中传出了一阵疯狂的大笑 接着血光大晃 血雾流行般的 朝远处空中积舍而走 剑客的功夫之后 就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寒厉 轻叹了一口气 望着突然出现在面前 不怀好意将他们围住的 七名非灵人 淡淡的问道 几位道友不去寻找名艳果 拦住我们几个人 想干什么呀 我们天鹏族 似乎和贵族 没有什么仇怨吧 啊 白碧也在一旁沉声说道 神情呢 倒显得颇为的冷静 哼 天鹏族 的确和我们黑灵族 没有什么纠葛 但是 志荣族等几个强制 早在出发前 就给我们其他分支圣子 暗中布了悬赏 只要能让几位 永远的留在地缘当中 哈哈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少的好处的 若是没有遇到我们 那也就算了 我们也不会特意的去找你们的 但既然碰上了 这种顺手而为的事情 我们黑灵族那不会拒绝的 一名身材高大无比 翅膀 皮肤都暗黑一片的非灵人 双手抱肩的 对韩丽说道 神情呢 一副傲然 四周 其他围住 韩丽四人的黑灵人 也都是一副 面无表情的 吃定了他们的样子 悬赏 韩丽眉头一皱 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能说的 都说了 你们到了地下 不会做一个糊涂鬼了 现在怎么样 可以安心的上路了吧 啊 围守的黑灵人 不愿多说 面上煞体一线 单手了一番 其他的黑灵人 见此二话不说 同时张口 各喷出了一根黑色的灵羽 一开始啊 只有寸许大 在两手一搓之下 就变为了持许大 表面乌光凛凛的 浮纹翻滚 一看 就不是普通之物 六名黑灵人 手持六根灵羽 冲着韩丽等人 同时一点而下 片片的黑色的火焰啊 从淋雨上 诡异的喷射而出 然后飞快的一卷 四散弥漫开来 轰的一声啊 黑夜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照 将四个人全都 困在了里边 一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九版 翻十五回 文件 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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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tiles